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此次暴雨洪灾导致洛南县11个镇受灾 受灾人数达75,503人 转移安置6100人 多处河边防止被洪水冲垮 桥梁被冲毁 看到这种场面真的是一片狼藉 今天山洪虽然退去 但是留下来的却是满目苍蝇的状况 据了解这次受灾直接导致 一座很小的桥梁被冲得面目纯飞 被冲毁的乡村公路随处可见 山洪直接把装扎给冲毁 这是要面临绝收的场况 מס真的身材 三红肆虐,大树连根拔起 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迅速展开了救灾 欢迎来到南江建文 陕西洛南县麻平镇 遭遇暴雨洪水袭击 当时最大雨量282.5毫米 这里是麻平镇域口村 摘后航拍画面 通讯电力全部中断 受灾非常严重 到处都是破烂不堪的房子 可想而知当时的暴雨有多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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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屏幕志愿者 注写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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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